我想说他就是甜狗 甜狗是车狗 我真的想拍今天这期视频 想拍很久了 但是呢穿女明星的这个档期 实在是太难瞧了 你自己说吧 为什么这期视频拖到今天 我每天都很忙好吗 忙着干嘛 打游戏 睡觉 看剧 吃饭 还有卧食 他自从买了一个PS5 天天在家里 整天就是打打杀杀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我看到别的博主在拍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读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的 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我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我拿过手机就是在去年的5月份 有一天他自己啊 自我毁灭啊 要报备了 然后里面的信息全没了 然后我也挺好奇的 今天就是要给大家揭秘 到底谁还是真正的甜狗 你们看看谁舔谁 肯定不是我哈 大概是七八月份 我们好像五月份加的 五月份加的 对 当时在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网红群里 然后呢那个群里 我只认识穿大发一个人 当时很喜欢看他的视频 我就很忐忑的加了他 我就想说穿大发耶 就是还蛮想认识一下的 发了我以后就在这里开始拍嘛 嘿啊 穿大发我真的好喜欢看你的视频哦 就不拉不拉不拉 这就是很官方的话 但是有一天他就很奇怪 就发了他那个手啊 受伤的照片给我看 是的 然后我看了以后我就没回他 他这个人真的很冷血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忘记 为什么当时我要发 那张照片给他 那张照片给他 然后后来我们一直都是零交流的对吧 网友 网友 直到一个月之后六月份 我来到了北京 然后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和 穿大发和草莓阿赛面积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最一开始的聊天记录 因为我们自从后面住在一起之后 就没有聊天了 no 不聊天啊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终于第一次见面之前 这个聊天记录 那张照片我们偶遇咯 因为就是你才是天狗 终于要见面了偶像 hello 肯定不是我哈 我这只是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粉丝 就是你知道对一个老前辈的一种 respect 我叫你蠢败 我就说了清楚 其实就是客套一下 他还当真了 我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当时聊天嘛 就有聊一下那个身材的事情 就说我也好胖 然后他说他也好胖 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 我现在才发现了 当时我还很单纯 就很认证说 当时我跟他在见面的那个时候 他还是好像蛮胖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蛮胖的那时候 那也不可以随便说 他看一下别人的幼啊 大家都是姐妹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时候可以捏一捏你的身体 看到底有多少肉 他就有上下起手 但是我好像说这句话的时候 想要就是彼此见面之后 有点事做 你知道吗 就不要尴尬的也没什么可聊的 我觉得啊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或者接触 当时是社交牛逼症 我现在肯定是不会了 你知道吗 通过接触一下这种肢体 可以让关系迅速的升温 对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没有 从那时候就开始用那个小刘鸭的表情包 对的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得像小刘鸭 然后到北京的第一天 然后我和草莓阿山还有川南发 我们就约在了一个 这几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二十万的视频 然后我们那天是六月十四号 我跟我们说他就是甜狗 当时我们见完面回家 我想说就是普通见面的关系 见完面以后就可能 拜拜不用见下面吧 他回到家后还要给我发一句 到家了 你们呢 我这个是社交礼仪啊 就说明我这个人很有教养 今天要跟你多聊几句 这很坏人 肯定不是我啊 那你当天第一天见到我本人 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见到我本人哦 不是照片 你要真实的讲哦 你不能乱讲哦 当时觉得长得 跟照片很像 我就我很震惊 我就发现既然不是照片 就不像现在 现在就整个就是基因不变 当时他真的很帅 而且当时他可自恋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时不时给我发现他自拍 去上班的路上 你要无缘故发一个他视频 告诉我他去上班咯 好瘦当时 我收到这个视频 我还是觉得 稍微也蛮扬眼的 现在收到话 我一整个屁血 然后那个手机 立刻放那个神台去屁血 怎么跟现在差那么多啊 没有差很多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看 你们说是不是 觉得我现在好看的 抠一 觉得我以前好看的 抠一二三四五六七 以前长得有点像王笑名 现在呢 现在长得像旺仔 哦 我们那时候真的好励志 我们来聊天电容 因为穿大发 他是一个特别爱跟我说 啊自己不雄 这不雄那不雄 又穷 然后又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可会鼓励他了 我说我们都会报复的 你为什么要发一个 这个生气的表情 我不懂啊 我想说你别给我说 这我没有意义 当时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去韩国了 就去韩国 你们也知道干嘛的哈 然后他说回来我也要 勤奋起来 但是一直到现在 前整两年了 他都没有勤奋 我就想说 哎 牛哥那么爱说吉他 我就顺着他的话敷衍的回应一下吧 他就是甜高 就我去韩国后我就很多事情做 very busy 就是为了让我的鼻子 变得more and more taller ok taller and taller 我最直在干这些事情 他突然间有一天就给我发说 哎 你怎么在几天都没有联系我 肯定不是我啊 我当时就想说 我为什么 我当时就想说 excuse me 你还活着吗 哎 你这个做鼻子做到怎么 就是 我去哪 你管找吗 他就是整个就是人间蒸发的感觉 没有主动的跟我汇报行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因为我们基本上那段时间是每天都混在一起 我们几个朋友嘛 就天天出门就是看电影啦 或者是玩桌游啦 或者是干嘛的 喝喝酒啦 然后他去了韩国之后 就整个跟我完全就像陌生人了 就不讲话了 我们是陌生人啊当时 那你为什么要装感冒呢 有别的事情在忙 忙着干嘛 这样你就不用管了 请你给我一点隐私个空间 甜狗是谁 我告诉今天你真的是百口莫病了 老铁们老铁们真的 没让人受尽委屈 正那时候我做完鼻子回来以后嘛 我就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嘛 然后有一天 咱就是说有一天 我也是收到一条消息说 哎 老铁存存无语 然后我想说 我为什么要烟 肯定不是我哈 因为当时我在北京确实是没啥朋友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问一下 就是见过面的这种博主嘛 就是想说哎 你最近去哪了 怎么不联系我这样子 不是只问了你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大概就是七八个左右吧 这样子 咱们就是大海捞针 我记得那时候他真的好堂约 我要我每次都拒绝了 现在再有十多次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懒得出门 还是真的不想跟我出门 然后他每天坚持不 每次都是要走说 好懒哦 我要睡了 哎 没关系 我反正也是就是随口问 这算没约成功我 你也是夜夜声歌啊 我基本上好像每天都在玩 每天都在约不同的人 这样 但是我跟你们讲 他干嘛他没来 我说我特别生气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真的是因为不想跟你出门 好像真的 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出门呢 那段时间那个外貌焦虑特别特别严重 我感觉这个人老约我出去 你知道老约我出去就为了 比较好吊猎物啥的 他老约我出去你知道吗 就当时你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长很不错人 他偏偏要约一个我就自认为我 他老约我当时这个人真心机 就肯定是为了就衬托了他 我烦死 我说我才不要跟他出门 我要去炒麦三出门 他真的爱 炒麦三的涮皮 那么自然 穿自己出门 他说 你的存在把我衬托的又丑又没内涵 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你真的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我教他这段时间给我消失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有自信就是跟我一起出门了 我们现在有下日的美貌不压力 二觉得我好看的扣一 我好看的扣二 谁扣二的话就准备去我黑名单哈 当时我们就还一起去了泰国玩 泰国说好像我们也不怎么互动 但当时也没怎么跟他说话 没怎么跟他玩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人很多啊 然后我们泰国旅游回来 我们看 就立刻给我发了一种私称的短信 我不知道他什么叫私称啊 我说想你要大发 因为我们当时在泰国是每天见面的 我就是有一种那种不习惯 你知道吗 就是回来之后大家可能就各忙各的事情了 之后就很少见面 我就有点不习惯 也是那种你知道吧 就是想联络一下感情 而且你当时明明也说你也是啊 你说想一起玩时间好快 老铁们我跟你们说 我是那个敷衍学的厨师人 就是我一般别人跟我说 好想你 我就会回他 我也好想你 然后立刻 你们现在知道了吧 他就是一个 然后别人给我发消息说 你在干嘛 好久没见 想出来玩 我说对啊 我也好想出来玩 但是他后面都会说一句说 我在睡觉 你看我当时走心了 我特别想哭 他这个人就给我发了两个流泪的表情 我不知道给他傻 我们好像是从九月份开始就给对方发疑 穿上发你不要说我 你也是个田狗 他到后面也开始给我发他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随手一拍 但是又感觉是那种精心巧角度的照片 这什么意思 那我好歹也是硬实了三四个月才开始给你发照片啊 他说我是不是很像泰国人 我要回我的家乡了 然后我就是大概两三秒钟还没有回 还没有看到 他说为什么不理我 我是不是很像泰国人 我恨你 这什么意思啊 我记得当时好像在韩国逛街吧 还是什么的 好像有人误以为我是泰国人 我当时 是我这样迷茫的人 是我这样去找的人 是我这样不独无畏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这样哭啊 好像也是因为有你说 你在那个泰国看到一个长得很像猴子的人 然后说那个人长得很像我 我没有啊 那大家千万不要去网爆他那个批判起来外貌 我没有说 不要网爆他那个知道外貌焦虑啊 老姐们都懂我的意思了吧 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我耿耿于怀了好久 所以这天晚上我就很来气 要质问他 我说我是不是长得很像泰国人 是不是 我不是说了你很帅吗 这张照片 就只是这张照片帅 然后他发了一个这个照片 我不是很懂这什么意思 想表达当时星座的鼻子还蛮挺的 但是我发现你当时已经开始不在乎形象了 就是你已经开始发这种丑照给我看了 他当时住在惠美欧妮家里 然后我以为他们昨晚应该是出去玩了 然后我就说大家昨晚开心吗 他说不开心 我说没带人回去吗 就是这个是我故意在试探他 就是我又可以知道他当晚有没有出门 又可以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是一朵连环 你知道吗 出于你而不然 我身边就是我也没有在特殊梦险 就大家都很爱玩射雕软件 我是真的唯一一个不玩的人 然后我就是去到外国 我也是那种啊 每天shopee 视频完就回那个民宿 主要是他的英文真的很差 我在国内也不玩啊 我真的完全是一个不玩射雕软件的人 你我是大社工 是的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太像泰国人了 因为我还是对你说我像泰国猴子这件事情很耿耿于怀 大家可能看我们在聊天记录的话会发现有点没有逻辑 跳的特别快 因为中间有好多东西都不能播出来 是的 这真的是太多不能播出来的了 简直全部都要打马赛库了 我真的是服了 他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的凌晨12点20分哦 后来问我说在吗给我支付宝转1000 然后就把他支付宝转号发过来了 但是我当时也是你知道很善良啊 我也没有问我就直接给他转了 我跟你们说我看到川大发给我发的语音了 你们想听吗 你们想不想听 这会被说一些不能播的东西啊 给你们听一下 这什么意思啊 干嘛咯 连说了四遍 而且就是那种发嗲的语气 因为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很精彩在干什么事情 我跟你们说这人有多可怕 他已经开始使用那种肉体攻击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怎么啦 这很正常吧 后来呢川大发就一直没有回国 然后我正好受到品牌方的邀请 出席了那个Urban Decay的韩国的一个活动 我终于要和川大发在韩国见面了 我们当时好像有一个月没有见面了吧 结果我到那里他和别的博主去逛街了 不等我 不叫我 那为什么要等你啊 当时跟你又很熟吗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Oni和谁住 其实我想问他和谁住 但是我就是以为他跟Oni住 然后他就说我和Oni都是自己住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人住一间了 不一样 没有我当时因为带了一个 他带了一个助理 那个助理是我上海的好朋友 所以呢我们俩就住一间房 很大牌 我都是自己去的 川大发就是永远get不到他的心情好坏 有时候吧 就说什么想你想你之类的 然后有的时候吧就超级冷漠 说什么别让我看到你 看到你我就打你一拳 后来晚上其实我是想约川大发聊聊天 因为他的酒店好像在我楼上 让他泡澡的图片 没有是他问我你在干嘛 那我当时在泡澡啊 泡澡的照片就拍这样子 而且这个照片就真的拍的那个 腿的部位是蛮长的 就发一个这个图怎么咯 别有用心 你们猜猜给我发他这种下半身的照片 以后我回答一个什么 他说天气冷了都穿上毛裤了 就嫌我的腿毛比较多是吧 那说明你有放大看了哦 你只有这么放大看才能看到腿毛啊 你的腿毛都跟头发一样长了怎么怎么看 然后他故意的说 没带卸妆产品 我这是很认真的没带啊 你明明可以问onizia 因为onizia你隔壁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感觉你的比较贵 大家看一下说什么 要不要来陪你睡 干嘛啊 这很正常吧 是因为当时我的那个朋友是女生 但是呢我要跟他share一个房间 我怕人家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当时才说要不要和你一起睡 这两个男生就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你当时听到我说要不要来陪你睡的时候 你当时说了什么 因为你没有正面回应我 我选择信使命啊 但没看到这句话 免得伤了我的眼 然后我们活动的第二天 突然你自己说 你自己读 这个真的是有前因后果的 怎么前因后果了 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就前天晚上还不是上来找我嘛 然后这样找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大发我昨天做梦 梦见你了 我好想你 当时我就一整个觉得 别装 别装啊 别人在装 说什么屁话呢 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故意 全程就是那种调侃语 去说我都能梦到你 当时真的梦到我 我真的是有一天晚上梦到了你 但是具体在那个梦里做了些什么 我就忘了 你为什么会梦到我 因为那几天 每天见的都是你就只能梦到你啊 那还能梦到谁呢 然后他发给我看一张照片嘛 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Urban Decay活动上拍的 就是我刚好是测过去的一个角度 他结果我说变态 然后我说你不喜欢 你说的什么 我说喜欢 还说的什么 这不能拨啊 帮我打码 下一课 我后面还说跟了一句骚货 不 不 我比你还要躲 你不可能比我躲 因为我已经满了 你满了 我就骂出来了 然后你们看一下网红发图前 就是传来传去说 这你批不批 我说批 他说快点我现在要发 我就别冒际赶紧批 然后发回来以后 我还说我靠批那么瘦 根本听下当时他语气 我当时是不是喝醉了 为什么讲话是这样的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在化妆的画面 你们看他当时的那个修容就中的雷 你看 但是他当时是真的瘦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就是有那种韩国练习生的感觉 我明显就感觉从那之后 我们俩的聊天就是每天好像一直在聊 我跟他们说我要控诉一下他 当时他有一个奥利奥的礼盒 我特别特别想吃 我已经跟他说我特别特别想吃那个奥利奥 然后他有两箱那个奥利奥 一箱分给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然后一箱 就我很好很nice 自己留着 就那一箱我其实是想留给你的 我从头到尾说我想吃 但是他完全没有想给我吃 然后我就给他发说没所谓 我在你心里连奥利奥都不如 他真的把奥利奥看得很重 姐妹们 我想吃奥利奥 没有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就是想 等我拍完那个开箱 我就把奥利奥一箱都给他 因为我也不太爱吃奥利奥 后面就开始捉襟了 就是说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我就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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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意思我真的不是很懂 我说不吃就不吃 那你别吃好了 回给他说好的 然后发了一个微笑 然后再也不回他消息了 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对我这样态度了 然后我就说你讨厌我我就离开 这有没有感觉像是那种偶像剧的对白啊 就是那种苦情戏 但我告诉大家说 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普通的朋友 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的 就是其实也没认识多久几个月 我感觉就是因为他这个人 可能说话就太油腻了 然后太爱 你知道说一些有的没的话 然后我就是那种顺着别人的意的 你知道吗 我说那种人就别人可能跟我说 哎呀我爱你我好爱你 我就会他说哎呀我也好爱你 我是那种这样的人 所以就会显得我们这个对话很恶心 但当时我们真的是很正常 对当时好像真的是抱着就是 开玩笑的一个态度 大家也不要想多 完全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话 是的 然后这天以后就是 这天以后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说吧 好不好 这天就是转折点也是时候的两天记录 是的 我感觉会更吓着 关于这个主题的视频 大家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逐渐开始变精彩了 就是要交代一下 为什么我们开始搬到了一起 以及我们后面的一个整个的转折点 就发生在某一天 就是某一天是一个噩梦 哇你还给我发的钱 我到